他是徐悲鸿的真传弟子齐白石的故郊之音 作品曾为宋美龄带往美国义脉支营抗战 他青年留学欧洲壮年西行敦煌 他执掌新中国美术教育三十年 卢夏画作千福培养了一代精英 美术大师如作人 中国美术馆内收藏着新中国成立以来著名美术家的代表作品 有两幅有画由于在新中国美术史上占有的重要地位 成为美术馆展出最为频繁的作品 这两幅有画的作者就是藏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和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的吴作人 在美术学院院长和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的作品 追求的高益 追求简约 但是同时你注意了没有 他的国画也很通俗 他取得了大雅和大俗的同意 他是非常沉稳的 非常深入的 所以他的那种一笔下去以后呢 又是天鹅的 那种优美的 高雅的 但是又是一笔下去就是对象 天鹅的脖子就脖子 天鹅的羽毛就是羽毛 都是非常别真的 也很严谨的 这是国画很难达到这一点的 他在坐在那里之前和之后 气氛不一样 就所有与会者只要看到吴先生 就好像心里就都有吴先生的位置 就是吴先生坐的那位置 不是坐在这个会场的什么位置 他只要来了 他好像就是坐在了人们心里的一定的位置 哎呀 这个现在艺术界也太缺少这样了 我觉得这叫威胁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 新中国的文化艺术开始走向繁荣 以徐悲鸿和齐白石为代表人物的美术界 对美术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和激情 那时候参加这个青春会的 我记得有徐悲鸿 有我 还有吴作人 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于1950年 成立之日起 吴作人就担任教务长 作为院长徐悲鸿的学生和工作助手 他执行着美院的现实主义办学方针 在教学一线教授素描和油画 但是他确实也不会给你改 不像徐悲鸿 徐悲鸿有时候给人改画 改得上瘾 因为我画一张人体 上面就要画完了 徐悲鸿说你起来 我来帮你改点 他就从肚子里来改 一改他改成瘾了 他一下把我墙里画完了 徐悲鸿是这么个人 我想不是 你这个还要概括 还要含蓄一点 他让你去几句话 有的时候闹懂了 有的时候闹不懂 用心的学生在他能学到东西 比如他看我们的一个同学 画的一个马画的比例不对 他不是简单讲 这马的比例也蛮什么样 他就告诉学生说 你画这个马 这不是小马 你是画了个大马色小 我的学生 我们马上奥基地说得很对 小马比例上腿比较长 大马相对比例 腿比较短 他说 哺乳类类的食草类动物 妈呀你握这一对 他们本身没有自卫能力 所以生下来就要 准备跟父母要逃跑 免得别的猛兽都攻击 所以你看到马 他在肚里先长腿 有时候看画 他跟徐悲空一块来看画 我得急急忙忙 他们要一张 这次要画一张自画像 我就急急忙忙画了一张自画像 徐先生一来挺喜欢挺好 挺像 因为我有这个本事 五座人没说话 拿起来在太阳界一照 你看你画的这个 颜色和颜色之间都没接起来 都露空 一照的亮 不许再少扣分 1953年9月 徐编红因病去世 年仅58岁 1957年9月 齐白石去世 享年96岁 两位艺术大师的先后离世 给当时的中国美术界造成了巨大损失 1958年 周恩来总理任命吴作人 唯一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十年51岁的吴作人 成为中国美术教育的领军人物 中国画 离不开墨 墨在中国画中间起着色彩的质用 说墨分五色 这是说墨和颜色 是有共同的意义和造型的作用 吴作人出生在苏州 1927年 吴作人20岁 正在苏州工业专业学校读书的他 突然选择了报考上海艺术大学 在1926年的时候 他在申报上看了一幅徐编红的作品 然后当时他就觉得 这个美术挺好 他想去学习美术 但是家里人就一致反对 反对最厉害的是他的奶奶 因为他奶奶说 他爷爷以前就是个画家 画得非常好 但是因为没有功名 所以全家都跟着一起受苦 吴作人出生后不久 父亲就去世了 家中老小 十几口人的生活 全靠母亲艰难为戏 一开始母亲并不同意他学习美术 他说跟我们姊妹三个画 树苗 我也做着 他给他画 我儿妹也给他画 三妹也画 但是画了以后 我给奶奶看 奶奶看得很好啊 就这样 奶奶这个思想要给你转变 就支持他了 就是这样的 在上海艺术大学 吴作人终于见到了他崇拜的徐碑红 爱惜人才的徐碑红 从吴作人的习作中看到了这位青年的艺术天赋 为鼓励吴作人 徐碑红还特意为他画了一幅素描像 田恒五百世是徐碑红的传世名作 1927年徐碑红在创作这幅油画的时候 安排吴作人和另外一位学生担任了他的工作助手 画里面的模特就是那个穿黄衣服的 是背后自己 后面的向前很招手的 有吴作人 这张画于1929年的素描习作 是吴作人在同班同学 萧书芳作画的时候悄悄完成的 当时的萧书芳家境优越 时尚活泼 吸引着许多男同学的目光 我一天上课空隙时间 就给徐碑红先生展示 他从北京带来的他的席作 这样其他的同学也就都围了上去 我父亲也就围上去了 比如作品是小子房画了 整整满满的一个镜物 里边一筐鸡蛋 我父亲就臭了过去 就没话找话 我父亲说 说这筐鸡蛋是你买的吧 没想到萧书芳是一个生活很富裕的 自己也很傲傲 很高傲的一个女孩子 听到这么个傻问题 她就摆她一眼之后 就根本没有理她 令吴作人没有想到的是 据一筐鸡蛋的故事发生近二十年之后 曾经白了自己一眼的同学萧书芳 成为了她的妻子 吴作人 早年在欧洲学习油画 学成回国后 致力于民族艺术的继承和发扬 她的一生 共创作了一千多幅作品 她的油画里 有着中国笔墨的写意精神 她的国画里融合着严谨的西方造型功力 她的艺术探索 影响了整整一代美术人 在吴作人的作品中 有一幅创作于五十年代的齐白石肖像 这幅油画是吴作人追求民族风格的代表作之一 所以她的这张肖像画 应该在中国的绘画师以外 应该是杰出的 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肖像画之一 但是那个胡须你看 那完全是用西法画的中国胡须 她那个笔是这么插开这么画的 她不是一根一根画的 她是那么梳下来 这个是相当民族画的 非常巧妙 怎么感到到她是一个画家的 除了这种气质以外 她的右手 这个手稍微有一点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是握笔的动作 这一点点 并没有刻意去表达它 很自然的 我看吴作人先生的写证里面了 就是这样的 这一下就抓住了 而吴作人先生画的 我的师爷齐白石老人 就正是能够表达出白石老人 这种质朴的精神面貌 这样一张肖像 1930年 在老师徐悲鸿的推荐和安排下 吴作人从上海启程到欧洲留学深造 无论是徐悲鸿还是吴作人 这样的艺术家 他们都有极强的民族责任感 他们当时有感于祖国的平落 所以要到欧洲去学习 救国图强的一种 对自己的传统极为有用的技术和观念 法国巴黎 在当时是全世界的艺术中心 站在艺术圣殿下的吴作人 和身边的同学一样心情激动 龙福宫里陈列的西方艺术珍品 任吴作人仔细观摩 随意素描 不久 他以扎实的素描功底 考取了巴黎高等美术学校 吴作人在巴黎学习的日子里 饥饿经常伴随着他 买不起面包 常常用土豆来冲击 确实他用功了 他就非常专业 用功以后 后来他就突然间病倒了 起不来了 在国外都是住在家里的 当中就看到挺可怜的 给他做了半只鸡 给他吃 他吃完了 他马上觉得精神就恢复了 从床上爬起来的吴作人 怀着对房东太太的感激之心 画了一幅餐巾速写 上面用法文写着 今天我病好了 生活的艰苦和学费的高昂 使吴作人陷入困境 正在为此发愁的时候 徐别鸿托朋友 为吴作人争取到更款著学名额 到比利时王家美术学院 跟随院长巴斯天学习 巴斯天是当时欧洲著名的写实主义画家 他看过吴作人的习作后 把吴作人介绍给班上六十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 说道孩子们放下你们的画笔过来看看这位中国同学的作业 他的画将来会成为你们的榜样 一年后的暑期会考 吴作人的油画男人体被评为全院油画第一名 获得精致奖章和桂冠生的称号 所以他跟巴斯天学了两年 巴斯天最后破格让他做助手 帮着他去画一些大画 这个不是很破例 也是让我们今天感觉很神奇的 1931年 吴作人在布鲁塞尔的一次画展中 和爱好艺术的比利时女青年李娜相识了 他后来在回忆中他说他是一见钟情 他第一眼就被这位女士的眼睛所迷住了 他自己的回忆是这么说的 而且他的姐姐就有很强的种族歧视观念 他特别 他不喜欢亚洲人 特别不喜欢中国人 那么外公就觉得 就是他就没有想到一个 自己的感情竟然还和国家这样的一种 母族的这样的一种事情会联系在李娜 吃饭的过程中 姐妹俩发生了剧烈的争吵 李娜在一气之中 就是简单的收拾了行李 把钥匙扔给姐姐 就说我再也不回这个家了 离家出走的李娜找到无作人 在同学们的帮助下 他俩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两位异国青年从此开始了同甘共苦的生活 在欧洲五年的学习 无作人掌握了西方的艺术语言 他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 如果说徐悲鸿先生给我奠定了素描基础 那么巴斯天则给我奠定了油画基础 无作人现在我们觉得好 但是还不能再知道它的价值 突然有一天来了苏联的一个美学家很有名的 有佣金博士 他到美学院来讲学 他看到吴德文先生在比利时当时画的这批画 大为惊讶 他跟我询说 说这个太不得了了 他这个画放在欧洲任何一个博物馆里都不顺色 1934年 徐悲鸿写信邀请远在欧洲的吴佐人 回国到中大艺术系担任教师 接到老师来信 吴佐人于1935年写妻子从欧洲回到上海 我爸爸听到了赶紧去买一套新的家具 安排一个房间 给他做新房 后来我那个小省回来了 Lina回来了 他看到那样好高兴 其实自己打一套房间 很深 虽然言语不通 他是讲法国话 但是他教我妹妹 教法国话 他还讲了 我现在还记得一句 在中大任教一年后 发生了日寇清华的九一三事变 吴佐人和妻子李娜 又随中大师生西迁重庆 这张照片 是中大艺术系部分师生 在重庆新校址沙平坝的合影 照片中唯一的女性 当年二十岁 是吴佐人的学生 其实有很长的时间 到外面去了 就把这个教育 都教过吴老师 吴老师 他是不怎么说话 是安排的很好 他说话很幽默 所以人也很记得 他说讲话讲人要对称的话 这边这边 你别看到这边就忘记那边 人是对称的 那我们不用一记住 他一讲 这个结果有的像我吗 有的外 不对称吗 我就记一辈子 国家处于灾难之中 吴佐人和同校教师 组织了中大战地写生团 冒着危险奔赴战区 写生团用半年的时间 辗转玉东 晚东 一千多里地 吴佐人用画笔 记录了难民 伤兵和备战的兵营 那么到了三十九年 李娜就怀孕了 本来说 外公说 送他去哥乐山的 一家大的医院 去生产 就没有想到 是这个敌机轰炸 他们就没能去城 当时是日寇飞机 轰炸重庆 最猖狂的时期 危险随时可能降临 以及缺医少药的 战食状况 给孕妇李娜的健康 造成严重损害 1939年12月 李娜在产下义子之后 去世 新生儿也很快夭折 32岁的青年艺术家 吴佐人 遭受了命运的重创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旅居美国的一位华人收藏家 在一次拍卖活动中 发现一幅油画 画的是康战时期 日寇轰炸重庆场景 通过此画的风格 和左下角模糊的字迹 这位收藏家 有了初步的判断 于是我基本上认定了 眼前的这幅画 就是意识了的 吴佐人 所做的重庆大红炸 海外看到他这张画 我觉得很兴奋 所以我就给吴先生写了一封信去 同时呢 把这张画 我拍张照片 信里一块寄过去 吴先生很快给我回了一封信 信写的很深情 很动人 这画 这画从四十年代初 就一直以为遗失 因为在历次炮火和动乱中 前后我损失了不少作品 我看画面上有很多折痕 断痕 可见它是经过了折磨的 抗战时期 重庆的一些艺术家聚聚在凤凰山下 自亲儿去世以后 吴佐人孤身一人 住进了半山腰 一座废弃的碉堡 那个碉堡里头 我去看过一次 然后没有大门 那大门没有门塞 从那个大门的一个木头梯子上去 然后 那个碉堡就是小野小野妈 那个光线啊 投下来的时候 照着他那个床铺 照着那个墙上 还挺有意思 在凤凰山的碉堡里 吴佐人怀着骨丑家恨 画出了重庆大轰炸 等一批抗战作品 后来得知 重庆大轰炸这幅画 1941年 由宋伟林带往美国抗战一脉 在抗战胜利五十周年的时候 这幅画传奇般的回到了祖国 1943年 在张大千完成敦煌临摩 离开一个月之后 吴佐人带到东方艺术圣殿敦煌 在这里他遇到了西行的画家 关山岳 两位画家互赠素描 作为纪念 同来敦煌的 还有无所人在重庆结识的朋友 世界著名生物化学家 李约瑟博士 所以这时候呢 我觉得 就有一批画家 他们敢于冲破 这种文化的迷雾 去寻找 新的道路 寻找艺术创作 一种新的 突破的生机 那么这就有了 包括吴佐人在内的 一批画家的西部之行 1982年 吴佐人摔中国代表团到巴黎 参加美展 在英国剑桥 见到了李约瑟 这对老友 自敦煌一别四十年后 终于再度重逢 在西行敦煌取经的日子里 吴佐人很少临摹 繁复的壁画全图 面对原作 他一般只怕感兴趣的局部 人物动态 和特殊印象 做写生处理 他掌握了 显手的 油画的造型技巧 他来研究敦煌 那么他对敦煌 就有不平凡的发现 所以他的临摹 看上去是临摹 实际上 是带有很好的 敦煌的造型体系的 若干特征的研究 吴佐人西北写生历时三年 足迹遍及青海 甘肃陕西和当时的西康 在西行途中 吴佐人完成了 继青海 打建卢少女 藏女赋水 等一批带有探索性的油画 落入在西部矿野的豪放凌风 和深藏于沙漠的文化真谛 给了吴佐人全新的人文视野 从这时起 他的艺术风格 开始向民族化的方向转变 他是徐悲鸿的真传弟子 齐班时的顾教之音 作品曾被宋美龄带往美国义脉 支领抗战 他青年留学欧洲 壮年西行敦煌 他执掌新中国美术教育三十年 留下画作千福 培养了一代精英 明天同一时间请收看 吴作人下集